看这个最新的消息 为了要推动这个 这个九糟养牛计划 金门县政府远从澳洲 花了四千多万元的台币 进口了250头牛 预计跟金门的黄牛配种 加上他们是喂食金门高粱九糟 未来的高粱牛肉 将会成为当地观光的新卖点 打开货柜门 这是远从澳洲而来的牛 开心的向前冲 在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以及船之后 终于来到了金门的养殖场 不过可能真的是坐太久了 感觉还有一点晕船的状况 工作人员看到这种情形 赶快走向前 把这些牛带到他们的新家 另外一头的工作人员 正忙着搅拌刚出炉的九糟 而这些九糟 正是未来这些澳洲牛们的主要食物 金门县政府从95年开始 就推动了九糟养牛计划 希望可以用九糟当作主要的饲料 培养出品质优良的肉牛 帮助金门当地的续产事业 这些牛进来最主要是要来 改良我们金门地区的一个 弄牛的一个品质 也配合我们来推动九糟养牛计划 透过金门酒厂所产生出来的九糟 来饲养牛群 未来如果顺利繁殖的话 金门独一无二的高粱牛肉滋味 势必会成为金门观光的新卖点 好